各位好 今天8月31号 我是午夜散人 吃了吗 今天 这两天有一篇奇闻 这个已经在网络上发酵 然后被新华网 是这个人民网 解放军报这种纷纷转载 标题叫做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然后很多人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感觉到每个人确实深刻的感受到 后背有一丝发凉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篇文章 就是在稍有阅历的人眼里 太像了 那味儿太重了 简直就像一个毛坑里出来的东西一样 哪个毛坑呢 文革 文革呀 我们一直说文革起自何处 起自什么时间点 起自 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的啊 是起自1965年11月10号 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这篇文章出台标志着文革正式拉开序幕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当时他批的所谓的海瑞罢官是个京剧 是谁写的呢 吴涵 吴涵当时是北京时的副市长 这个本身这个剧原本是说这个清官的事情 对吧 被姚文元给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 而且呢 认为呢 这个海瑞 海瑞是暗指当时彭德怀 彭德怀那伙儿被打倒了嘛 对吧 这个因为在卢山会议骂娘嘛 这个东西呢 等于是把一个文艺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东西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层次上 不论是朴风捉影也好 还是什么其他方式也罢 只是这个东西找了一突破口 然后它就成为一个文革的一个导火索 或者是说拉开了这个序幕 文化革命嘛 其实呢 不是让文化改革 而是革文化的命 这篇文章 这现代这篇文章 为什么说有这个味道 它就是说这种变革 实际上而言 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变革两字 是文革二字 为什么这么说啊 我往下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 也是一个不知名的 一个当时 姚文元当时也不算知名 对吧 投机犯来发表的一篇文章 结果被转载 当时姚文元那篇文章 在文会报上发表的时候 有很多人已经跳出来 就是说砸砸了 就是暗舞局 现在网络用语给他拍砖了 啪 为什么 是因为你这个文章玩过了 你把这个正常的文艺的东西 弄到这个政治上来了 对吧 那一旦说到政治 就只能有一个结果 你死我活 这个太过分了 结果是从11月10号开始 有好几篇文章在反驳的 但是到了11月30号的时候 人民日报就给转载了 这就证明官方正统的认可了这篇文章 他所提的东西 现在一样的 这个指时间更快 所谓这位李姓先生的这篇文章 马上就被人民网新华网什么解放军 解放军报这些 一系列的所谓正统官媒给转载了 那就是就认可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您觉得这味道是不是很像 真是一个臭味 这稍有嗅觉就能理解是为什么 那把这东西您放在现在的背景来看 我们必须放在现在的背景来看 它与当时整体的背景不同 当时整体的背景 是两派之间的在斗争 权力之间的斗争 现在的背景是整个的要对外的一个斗争 所以它用词或者其他方面它有所不同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些原本孤立的 或者是某一个现象 这种事件上升到一个国家安全的高度上 比如说我举一例子 比如说这个娘炮这个文化 昨天我说过这娘炮这个文化 那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说 能够它就给它上升成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高度 说如果这种娘炮文化蔓延下去 我们就国将布国了 对吧 我们就失去了那种刚剑勇猛的这种精神 阳刚之气就没有了 这个它上升到这了 这个赵薇 赵薇他原本的什么君旗庄的事情也被扒出来了 然后他这个签下的这个张哲瀚的这个人也被扒出来了 说他们是精神 高晓松 历史虚无主义 他以这个虚假的历史 就是说或者是曲解的历史 来毒害青少年这个节目 一旦说学术之争变成了一个政治之争 上升到这个高度 这个东西就已经没有道理好讲了 对吧 你只能是听人家的 然后你会发现不论是不论是这个赵薇作品下架 还是高晓松作品下架 还是如何如何这个整治饭圈文化 包括这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娱乐圈什么的 他就开始一系列的动作 这就都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那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 都是从文化界开始文化开始入手 把高级高度上升到一个政治的高度 阶级斗争的高度 然后从高处往下打你 把这整个东西打碎 为什么说它味道一样呢 就是这样 这种臭味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回两回 N多次 N多次的这种运动 都是微风起于屏幕 然后找到一个突破口 直接把整个的社会 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 给你要重新洗牌 要整个给你翻一遍 对吧 比如说 他这里就举例就说明了 比如说 这个蚂蚁上市被叫停 那个中央整顿 这个经济秩序反垄断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建党一百周年 最后 他不是在到中间 他就总结了一下 这次变革将荡敌一切尘埃 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 一夜暴富的天堂 文化市场不再成为 娘炮明星的天堂 新闻舆论不再成为 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 红色回归 英雄回归 血性回归 您有没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又要回到一个 那种宣传画上 铁姑娘 然后那个小伙子工农兵 然后这个知识分子 浓眉大眼 满脸仇恨 肌肉发达 对抗着西方资本主义 有没有这感觉 你肯定会有 有任何有正常 秀学人都会有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说呢 他要建设一个 鲜活 健康 阳刚 强悍 以人民为本的文化 你直说吗 圣上 您干嘛不直说呀 直接就是说 你想建议斯巴达的社会 不就完了吗 多简单呀 是不是 这个东西 一样 完全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就目前来讲 这篇文章一出来 如果任何一个 对中国政治 稍有嗅觉的人 就会理解 说 这个文革的升级版 很有可能 这就是第一声狼吼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必须得 该说什么说什么 为什么说 一定要是说 它是这个文革2.0版 因为呀 社会的整体状态不一样 这个社会整体状态 是我们 就是您比如说 这个文革 为什么能够成功 首先它有一个 有几个先决条件 首先一个先决条件 是老毛本人 开国之军 对吧 他老人家 我开国了 然后因为各种因素 包括被林彪 包括被他们给他抬上去 成为了这个无可置疑的 一代偶像 你说什么饭圈 什么的 你吓扯吗 那会儿那老毛 才是真正的国民第一 国民第一偶像 对吧 他有这个路子 你才能够从个人魅力上 发动这个文革 你要接上来一种宗教式的 哎 文革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经过了好几轮的 整体的社会改造 就是呢 把那个能说话的 社会上能聚集起其他力量的 全给你打垮了 您比如说吧 这个原本民族资本家 对吧 工商业主 这个小资产阶级 公司会赢 给你打垮了吧 还有一什么呢 反右 知识分子 能说话的 打垮了吧 OK 现在 社会上整体是什么一个状态呢 就是说文革那会儿 文革之前 文革之前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整体社会 它都依赖于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提供给你合法的身份 这是一个 然后所有安身立命的生计 就是游民是非常少的 在那个时代游民非常少 游民呢 就是属于那个社会边缘 其实非常少 它更多的呢 都是在这个体体 那个是全民体制内 你不是在这个农业集体里 因为那会儿已经 这人民公社 已经开始干了很久了 五三年开始人民公社 对吧 它把整体社会 变成了一个 所有人 都是一个单独的原子 这个单独的原子 全依附于 这个社会 这台设备上 你不可能 离开它 单独存在 你也不可能 形成 单独的一种社会力量 所有东西都依附在这里 在这两个条件之下 调起文革 这个是当年的文革 现在 为什么我说 它不太可能是当年的文革 它只能是一个升级版 它只能是一个2.0版 是一个变形版 或者是说 某种状态下的弱化版 是因为 这两个条件 当今圣上是不具备的 第一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再怎么自己给自己吹牛逼 是吧 200斤的蛋子 十里山路 一口气走下来 你再怎么吹牛逼 你再怎么被书名 你是没有老毛 开国之功的 而且你也没有老毛的 那点文字功底 以及他的 这种开国之君的气概 这你做不到 所以 你这个东西 你个人的魅力到不了 你就是哪怕把您的那个所谓的治国思想 整个的去搁在那个小学 从小学到大学你都读 那得让他培养出一帮小傻逼的 你还得过几年 过些年 对吧 这个你第一 你做不到 第二 社会结构整个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 是因为原本它是可以在那种经济条件下 它是可以整体掌控社会的 但是你现在不行 经过了这些年的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开放 我原来说过就是一个松绑的过程 不但是经济上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法律 法规它进行松绑 允许你去做 它也把这种人身的依附关系 对国家对政府的依附关系进行了松绑 对吧 个体户当年开始有了 虽然最开始的时候 有可能个体户都有可能是被抓 但是它后来又有了 那民营的经济蓬勃发展 每个人他已经成为了 成为了一个 就是原来讲的那种 不依附于国家存在的 不依附于政府存在的一个人 对吧 你现在你不用量票了 对不对 你现在你虽然有户口 但是你基本上可以说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但是你可以自由在城市间流动了吧 原来这都是很难的 这非常难 那你怎么才能够整体的把社会给它翻过来呢 它只能一点点来 对吧 它只能一点点来 还有一个呢 整体的经济形态不一样 原本它通过这种经济公司合营 然后人民公社 它把所有的经济上的这种命脉 全抓在自己手里 就是按我们原来学的这政治课的一种说法 就是我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全抓过来了 你离开我你活不了 现在并不是 现在大量的生产资料 除了那些被国家垄断的东西之外 都在分布在各个行业 各个人 甚至于就是私人手里 对不对 你有一个就是说 我这么跟你解释一下 原本我们刚出国的时候 看整栋楼大楼都属于私人的 这么大的一个工厂私人的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觉得 我这一说都是三十年前了 最开始的时候你根本你觉得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真是太那什么了 现在在国内 这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它所有制的方式也变了 那你既没有这种个人的魅力 做背书 你又没有这种整体的社会氛围 来让你整个的掌控这个社会 从经济上掌控这个社会 那你能做什么呢 你只能够开始不断的 在重新改造这个社会 这段时间所有的这些动作 就是在改造这个社会 它呢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方式 来做到当年老毛没有能做到的事情 对吧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文革的2.0吧 它不是一个就是说 它完整的翻版就在于此 而且外部环境也很小 对吧 美国跟你较劲 整体的西方世界都跟你较劲 就是所有发达国家都跟你较劲 你没朋友 你朋友是谁啊 你朋友塔利班嘛 对吧 所以你这个塔利班认可你啊 北朝鲜认可你啊 那个非洲的一些穷逼 穷逼国家认可你 所以呢 你外部环境也非常类似 他就打算干这个事情 至于他说王后怎么走 这个环境会怎么走 这个社会环境会怎么走 我个人估算啊 文化领域 一定是更为收紧 言论咱就不提了啊 言论在中国舆论 已经死亡了 已经完全死亡了 你不用再提 有任何你可以说的 说的说出来的舆论 甚至于 甚至于原本的这些所谓的这个 呃这些左派们啊 就是中国意义上的左派 就是这个正能量的 现在也 渐渐的在被封号 啊 他们的言论 也不见容于这个事 这个世界 这个当时 这个中国 这个社会 那 这个方面 我们把它跑出掉 文化 娘炮文化 被弄了 你以为真只弄娘炮吗 不对 这就像真的是 批这个海日罢官是一样的 你文化领域只要是一动手 那就是全动手 他呢 到最终就会呢 形成一个文化白名单机制 您理解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文化白名单呀 就是最后是样板系 就是只允许这几个 您理解吧 只允许这几个 而其他的都被派出在外 当然这个白名单 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这个白名单可能还很大 而且很多东西呢 也很有可能是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像河南卫视那种 那种 仿古那种 那种舞蹈 那这个舞蹈 我就不聊了 因为这个有太多西方的东西 在里面 不说了 那这些东西 是文化准入的白名单 这是文化 经济是什么 经济 国进民退 这是肯定的事情 对吧 形成大的经济航母 然后出海 然后形成这种规模效应 民营的经济 一定会被进一步打压 甚至于包括 新兴的科技产业 那这两天不是在说吗 说是要把这个 就是数据 这种AI的推荐数据 要整顿 对吧 为什么会整顿这个 因为 这些东西是在民营手里的 但是重点在哪呢 重点是官方 你也不会 你也没这本事 对不对 那把这方面给打掉 重整这些 所有的这些经济模式 因为民营经济 在我们目前的经济体当中 它实际上而言 占的比重相当大 我记得应该是 占到六成到七成 把这个东西 可是小的这些 它又不会真正打 为什么 因为它无法 就是在目前的阶段 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 以及行政管理能力 它无法把所有的人 都又回到老毛那个时代 让所有的 所有人都依附于政府 依附于政府 它小的不会管 但是大的 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造成这种态势 造成这种态势 所以呢 那以后这些年 你们会看到 各位 你们会看到 很多奇怪的现象发生 可是 您只要是稍懂历史 往回头去看 在几十年前 您会发现 基本都有其蓝本 不会说是没有的 太阳之下 无新鲜事啊 你活久了 总能够看到 历史的车轮 再次向自己压过来 尤其是您的生活在 中国大陆那个地方 所以今天这事呢 可能呢 我算是一个乌鸦嘴吧 给大家聊聊这个 我对未来 颇不乐观的判断 这篇文章 应该就是将来 可能我们在十年之后 再看这篇文章啊 就有可能发现 这是文革2.0的版的序曲 好 谢谢诸位 哦对 顺便说一句 这篇文章写的真坦烂 还不如姚文远的